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将延续藤本跃迹的造型系列视频 今天想带大家看一下跃迹在拱门方面的一个造型的应用 如果大家家里没有一面完整的墙给藤本跃迹进行造型 那么我们也可以选择这样的一个拱门来对它们进行一个造型 其实拱门的效果呢,它非常的独具欲格 因为就算我们的跃迹没有爬上来 光是这个拱门也能给我们的庭院增加比较高的一个观赏性以及趣味性 我家的这个拱门呢,是团购买的 大概也就一百多刀的样子,不算特别贵 其实还是比较简易的,也非常好安装 它的这个宽度呢,大概是一米五左右 然后这个高度呢,是接近两米 刚好可以购米 一个人正常的通过 拱门的大小其实无所谓 这个主要就根据大家的场地的大小来选择就好了 位置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月季能长得好 所以呢,尽量我们还是要选在一个朝阳的地方 那么藤本月季在阳光充足的情况下 它的花量才会更加的壮观 我的这个拱门呢,就放在一个朝南的地方 现在是下午的快五点钟了 然后太阳呢,还是非常的充足的 我在这个拱门两旁呢,选择栽种的是 面前的这一颗是威吉伍德 对面的那一颗呢,是自由精神 都是今年六月份 从DA官网上订购的裸根苗 那么他们六月中旬才到 那大家可以对比看到这颗威吉伍德 那它的这个掌势呢,是非常的旺盛的 可以看到其实这已经是它的第二拨花 对于一个裸根的藤本月季 它的复花性完全不输灌木月季 表现真的是非常好 看到它的花,这是下花了 花朵呢,还是非常大的 有八公分以上 颜色呢,很粉嫩 而且它的花瓣其实非常的特别 它的边缘是好像有锯齿状一样 看它开翻的样子呢 花形非常像牡丹 非常的漂亮 在没有开翻之前呢 它的花呢,还是比较包的 看这个也是差不多开翻了 非常漂亮 它的这个花苞也是相当的多 真的是可以做到牙签苗就能开花 看就是牙签这么细的一根小枝 上面都能带一朵花 更别说稍微健壮一点的苗了 看像这样的一颗笋牙 这一颗笋牙其实也不算特别的粗壮 可能比筷子稍微细一点吧 它都是多头 看它的花苞都是多头的 看它这一颗心笋也是 跟差不多筷子粗的 看它的侧枝已经长得非常的旺盛了 然后也都是多头带花苞 它的这个开花性啊真的是太好了 非常好 非常推荐大家的一株 长势非常的旺盛 而且复花性极好 它唯一有个问题 就是它特别容易垂头 大家看到的这几个还算是挺立的 这几朵花呢 其实都是我给它固定在这个杆子上的 这样是便于大家欣赏 那么如果没有这样的支撑的话呢 它会全部像下面这些花一样全部垂头 就是给人一种非常娇羞 非常害羞的那种感觉 提到它的这个垂头性呢 刚好在这里就可以跟大家提一句 我们在制作拱门的应用的时候呢 其实比较适合选择这种枝条非常软 然后呢略带一点垂头性的话 因为当它们爬上这个拱门的时候呢 当它微微下垂的样子呢 其实是可以让你观赏的 就是更加清楚的 所以呢我们做拱门的时候呢 可以更加的偏向于选择枝条 比较软的这样的一些品种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对面的自由精神吧 刚好现在也是它的第二拨花 它的垂头性就更厉害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花朵实在是太重了 自由精神号称是世界上花瓣最多的月季 它一共有200多片花瓣 很重 它的这个头你摸在手上 沉甸甸的就好像拿着一个鸡蛋的感觉 很沉 所以它垂头也不是很奇怪了 那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包子型是非常明显的 那像它们这几朵其实都已经差不多算开拜了 它们在开拜的时候也基本上能保持包子型的这样的一个形态 那现在其实已经不是非常好看了 但是大家忽略掉它这个快凋谢的这个状态吧 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它的颜值是相当高的 而且它有非常浓郁的果香 很浓很浓 那么这一朵也是 看 还是非常可爱的吧 由于它是第一年的小苗嘛 所以呢 它的花开成怎么样呢 也无所谓了 它的长势呢 我感觉是不如那个威吉伍德的 但现在呢 它的颜值实在是太高了 而且它的这个重瓣的这个花型呢 实在是太美了 所以呢 我还是忍不住入了一棵 它和威吉伍德有一个同样的毛病 就是这个垂头 所以呢 它也是比较适合用来去 做这样的一个拱门的造型 藤本月季的小苗 它开花的时候 我们到底要不要让它开花 按照我养 弗洛伦蒂娜和龙莎的经验来说 小苗开花其实根本不影响它的长势 藤本月季的基因决定了 它有非常强的一个生长性 所以呢 只要它开完花以后呢 你将它的这个花头给去掉 那么其实就是一个 去除顶端优势的一个操作了 那么自然它底下呢 会长出新的损牙 当然你需要肥水跟上 那么才会更加进一步的促进 它去长这个损牙 我个人建议是说 它爱开就开 毕竟它开一朵 我们也能欣赏一朵 没有必要在它成年之前 把它的花全部给牺牲掉 就是我们该欣赏的时候 还是可以欣赏它的 完全没有问题 像现在这个状态呢 就已经快开败了嘛 所以呢 我等会就会把它们全部修剪掉 另外对于藤本月季说 要不要对它进行压肢来促强损 其实打顶和压肢的效果是一样的 都是去除它的顶端优势 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刻意的去压肢呢 是因为藤本月季 首先它的枝条相对比较软 等它长长了以后 它自然而然会因为重力而微微的下垂 人为的压肢呢 它有个问题就是 它有可能整条枝条把它压到地上呢 有可能它会趴在地面 趴太久了 容易让它的叶片去滋生一些细菌 所以其实我是不太建议 就说人为去做一些压肢的动作的 这样会增加它患病的一个风险 所以我们其实只要对它做一个合适的打顶 开完花以后呢 剪掉它的这个花头 然后让它自然的保持一个微微的一个下垂 清斜的一个枝条的状态 那么它其实自然而然 它的底部的强损就会长出来的 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也不用太心急 只要你的肥水跟上 你的藤本月季长强损 也就是迟早的事情 不用担心 它是一定会长的 那关于如何去做藤本月季的一个在拱门上的牵引呢 其实这个也是很简单的 我们可以在它这个垂直的这一面 跟它做一个这种S型的这样的一个盘绕 那如果说枝条还是不是那么的软 能做S型的盘绕的话呢 其实也无所谓 我们就直接这样扯上来 再把它沿着这个拱门的顶端这样给拉伸过去 因为当它遇到了这个拱门的顶部的时候 它自然就是一个牵引的 一个横向牵引的一个效果了嘛 所以它肯定是能够促进它去发侧枝的 但是侧面的这面墙 如果你没有办法给它做一个S型的牵引的话呢 那么你就直的拉上去 那也没有办法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建议大家尽量去选择 枝条稍微柔软一点的藤本月季 来做这个拱门的造型 现在呢它只有两根差不多到了一米的这样的一个笋牙吧 像这一根呢由于它的顶端来了花苞 那就说明它这根枝条呢 目前啊在这个主干上面呢 它不会再往前延伸了 所以呢我就把它绕的这个两根竹竿 这样给它做了一个相对横的一个牵引 就希望在它这样的一个枝条上的这些分支 其实秋天的时候呢还能来一波花 那么我是不指望它会长得更高了 所以呢我就把它固定在这个位置就好了 然后呢如果说它接下来还会长笋牙 那么肯定会比这一根更加的强壮的 那到时候还可以再考虑别的一些造型 说白了 其实藤本月季的造型就是尽量的给它做一个横向的牵引 无论你是花柱还是拱门还是墙壁 你要做的就是保留它新长出来的笋牙 待它顶端成熟长花苞 或者是你发现它的顶端已经没有在任何的生长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给它做一个横向的牵引 来促进它侧牙的分化 其实只要掌握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那么你就可以很随心所欲的 利用你家里的一些立体空间 来做一些藤本月季的造型了 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角度的一个感受吧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它俩成熟的时候 当枝条爬满这个拱门的时候 所能带来的一个美丽的效果 另外在这个拱门的两侧呢 分别是建了两个小小的花坛 那么这两个花坛呢 也种的都是DA的月季 这边的这一棵呢 前面的是无名的求德 后面的是夏洛特夫人 那么今年是它的第三拨花 也是从裸根苗开始养起的 左边的这个花坛呢 前面这一棵是安妮克城堡 目前呢 开了几朵小花吧 也是裸根苗 后面的这一棵呢 是我介绍过很多次的权杖之岛 长势实在是非常的好 现在还有花朵在开放 就是从来没有停过 表现非常的出色 那是今年入的一棵小苗 已经长得很高了 这个花坛的左侧呢 就是这个潮南的花墙了 也就是之前的视频中 跟大家介绍的三棵龙沙宝石 好了 我们本节关于藤本月季 在拱门方面的应用 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请给我点赞 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欢迎订阅 也欢迎大家将视频转发 给你身边同样爱养花的朋友们 今后呢 我还会不断的更新 这些藤本月季的掌饰 以及它们的开花效果 感兴趣的伙伴们 可以多多关注哦 好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